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来学习一下动物机体的脂肪变性 主要从脂肪变性的概念 原因 机理 病理变化 结局和对机体的影响 这几个方面进行讲解 首先来看一下脂肪变性的概念 脂肪变性是指非脂肪细胞的细胞质内 出现大小不等 多少不一的游离脂肪低 脂肪变性常发生于肝 心 肾等十字器官 尤其以肝脏脂肪变性最常见 引起脂肪变性的主要原因 包括感染 中毒 缺氧 发热 饥饿 或缺乏必须的营养物质等 引起脂肪变性的发病机理 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结构脂肪破坏 指的是细胞内与蛋白质结合成紫蛋白的结构脂肪与蛋白质分解 脂肪吸出成脂肪低 主要发生在感染 中毒 缺氧等病例过程中 中性脂肪合成过多 此种现象是由于动物处于饥饿状态时 糖摄入不足 机体从脂肪动员大量的脂肪氧化功能 血中游离的脂肪酸增多 过量的脂肪酸进入肝脏 肝细胞内合成肝油三脂聚增 超过了肝细胞将其氧化利用和合成紫蛋白输出的能力 从而使脂肪在肝细胞内聚集 脂肪合成障碍 由于动物体内的脂肪必须与宅子蛋白结合形成紫蛋白后 才能可运出肝细胞 但是当体内合成紫蛋白所必须要的磷子 或组成磷子的胆碱 氮酸等物质缺乏 或者由于缺氧 中毒等破坏内脂肪结构 或抑制酶的活性 而使紫蛋白合成发生障碍时 肝脏不能及时将肝油三脂合成紫蛋白运出肝细胞 从而使脂肪在肝细胞内续集 脂肪酸的氧化障碍 当动物体出现感染 中毒 缺氧等使线粒体功能受损后 脂肪酸的氧化就会出现障碍 肝细胞内合成中性脂肪增多 引起脂肪在细胞内续集 那么脂肪变性会产生哪些病例变化呢 我们将主要从眼观和静点两个方面进行讲解 肝脏的脂肪变性 肝脏是脂肪的中间代谢器官 也是最容易发生脂肪变性的器官 而且程度也比其他器官严重 当变性轻微时 眼观无异常 但色泽较黄 病变严重时 体积总大 质地松软 易碎 呈灰白色或土黄色 切面上肝小叶结构模糊 有油腻感 有的甚至直脆如泥 如果脂肪变性的肝脏同时伴有淤血 则肝脏切面由暗红色的淤血部分 和黄褐色的紫辫部分相互交织 形成是槟榔切面的花纹 称之为槟榔杆 静见可见肝细胞包浆内出现大小不等的子滴 因为子滴周围有脏力较高的零子层包裹 所以子滴形成球状 游离在包浆中 小的子滴相互融合成较大的子滴 细胞核被挤于一侧 以致整个细胞变成充满脂肪的大空泡 肾脏的脂肪变性主要发生在肾小管上皮内 在严重贫血缺氧和中毒过程中 或肾小球毛细血管通透性升高时 肾小球尤其是进去小管的上皮 可吸收露出的子蛋白而发生脂肪变性 肉眼可见肾脏稍肿大 表面呈现不均匀的黄色或泥土色 切面皮脂部增宽 常见黄色的条纹或斑纹 静检可见肾小管上皮细胞显著肿大 脂肪低大部分集中在细胞的基底部 严重时弥漫分布在上皮细胞内 细胞的刷状元和肌纹消失 包合也呈现不同程度的退行性变化 集合管上皮细胞内也出现脂肪低 心肌的脂肪变性 心肌在正常情况下含有少量脂滴 脂肪变性时 脂滴明显增多 在严重贫血 中毒 感染 及慢性性命衰竭时 心肌可发生脂肪变性 在心外膜下和心事乳头肌 及肉住的静脉血管周围 可见灰黄色的条纹或斑点 分布在红褐色的心肌之间 外观上呈现红黄相间的虎皮状斑纹 故称之为虎斑心 脂肪变性的结局和对机体的影响 脂肪变性是一种可复性的病理过程 其损伤虽叫细胞颗粮量变性重 但在B消除后 细胞的功能和结构通常仍可恢复正常 严重的脂肪变性可发展为坏死发生脂变的器官 其生理功能降低 如肝脏脂肪变性可导致糖原合成和解毒功能降低 严重的心肌脂肪变性时 可使心肌收缩力减弱 引起心理衰竭 好 本次课的主要内容就讲完了 相信大家对脂肪肝的发生发展 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 我们做一下归纳 本次课主要讲述了脂肪变性的概念 原因 机理 病率变化 结局和对机体的影响 请大家课后思考一下 法国额肝的本质是肝脏发生了怎样的病例变化 本次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次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生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了解